全球社会正迈路高龄化的结构 到2050年之际 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将到达总人口的30% 健康照顾与银法族延伸的相关产业 将成为下一个充满商机的新型产业 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 在这个体系下有两个课题 在过去我们从没有面对的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每天多多少少都会遇到 第一个呢就是说 照顾的人力会需要很多 这是相对一个比例的问题 那可能在某些地方 因为在户人力的不足 就可能会引起说这些银法族的照顾 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加强的地方 那另外一项就是说 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银法族本身他事实上因为他的健康 寿命都已延长 那相对的呢他所需要的一些从事的活动 也从过去我们所说的好像 六十位退休之后好像就比较没有活动 那现在因为他的整个的寿命 也离场所以所谓的退休不休这个概念 就是说需要被一个彻底的一个贯彻 换句话说从他退休之后 六十位退休之后 出现时间如果能够有活力的在他的住所 能够跟人家互动 包括有尊严的能够跟人家来做一个交流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2017年冒写与远距照护联盟首创了台湾第一届的台湾国际研发组织 即健康照护产业展 产业中整合了医疗照护端 资讯通讯厂商 医疗器材厂商 健康产业 甚至物流与建流产业 英法时代的来临将为台湾的产观学研 带来全新的思维与挑战 独居的情况之下 跟这个父母在 就是跟子女住在一起的话 这两类的情况的话 他们对治理的需求最非常重要 就是说小孩子还是有要上班的时候 自己住当然就是自己一人 那这种自己如果来处理的情况 就我的需求就非常重要 那幻教授刚才也说的时候 这一次的这个云法族产业展览 这里面几乎每一个器材 都是针对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很妥善地对他的衣食住行娱乐 以及其他的安全保全 他们的需求来做一个搭配 那这个就是我说在呼应 呼应不但是说 以现在的老人的需求越重要 但是这个需求会 会越来越大 那幻职都放显到 现在这个现代化产社会 其实很多人也是可以 不止是银法 银法族与远端账户产业 结合多领域的运用服务产业 探盖银法人口生活所需 在进而带动健康保健意识 甚至进一幅发展老年学习的观念 开创一个全新多元化的产业冲地 美性虽然说以产业现在的银法组 市场的成长在台湾相对还比较小 不像一些电脑产业那么大 但是这以这个时机怎么发展 不容我们漠视 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去漠视这个重要性 我们也几乎已经快要说 不但是不能而且也不容许 因为这以后都是大概二十年后 都是我们比较面世的一个社会责任问题 这样子 所以很多我想 我想我们大概同年做这个远距招呼 还是说银法族参与开 我想不只是一个科技上的一个学习 最重要是说好像在生命上的一个学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